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度的神宗课 遇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2月17号,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名人是 巴兰,巴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吞食百姓的人 巴兰是一位占卜者,兼且是一位先知 被摩扼国王巴兰招募尼,助奏以色列 那个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人在生活里漂泊的最后阶段 今天的内文是讲及,我们没办法完全得知巴兰是谁 他住在幼法拉底河附近的彼夺 很明显地,他认识以色列的上帝 而且,这位上帝都跟他沟通过 但是,讲得违远一点 巴兰只是对以色列的上帝付出了一半的真心 摩扼人的国王巴兰很怕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已经战胜了很多国家 很明显,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巴兰和他的人民 因为这样,巴兰决定邀请巴兰去助就以色列 并且承诺赏赏很多的奖金 这个对巴兰来说是很强烈的诱惑啊 巴兰一开始是拒绝这个提议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将会违背上帝的旨意 但是,当巴兰再次提出请求的时候 巴兰开始动摇 但是他不想马上做出回应 而是决定先求问上帝 巴兰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呢 因为他知道上帝对他的期待是什么 但是,他想混逐这个漏洞 令他可以接受这个有利可逃的猜试 得知这一点 上帝就给他照自己的意图去做 但这样不意味着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因为巴兰很快就自食其果 他的祈祷不是真诚的祈祷 他虽然向上帝信问旨意 但是,他是想逼使上帝回复 他想得到的答案 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祈祷 亲爱的上帝,你要警告我们 你的信徒里面有些人是倾向于重偷巴兰的罪恨 请保护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声明祈求 阿门 今天的内文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故事有更多的兴趣 可以延伸阅读以下的章节 文书记,22章2至24章25节 比德后书,2章15节 启示录,2章14节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欢迎轻日继续收听 拜拜 投票 跟